大家好 今天我又跟这位南京少年 他是在美国留学的高中高中生 今天又要跟他聊聊天 因为他吧 他这个想法还是比较新颖的 而且呢 许多人呢 中国这种思想呢 认为一旦是年轻人或者小孩 他就什么都不懂 也就是说他懂得一定比那个年纪大的人少 中国认为呢 越老的人懂得越多 对 而且他们很多人都经常喜欢讲 是讲他们吃过的什么盐啊 还是米比里什么什么 都多 他们最喜欢讲这句话 比你走过路还要多 对 那问题是走过这么多路还不如不走呢 我要看你走过这么多路 你获得了什么 要看这个 事实上呢 我觉得年轻人的想法是比较容易改变的 越老了 对 越难改变 因为那个叫什么 他们到一定的差不多30多岁到40岁这个过渡以后 他们基本上就叫思维定寺 就是思维定寺 很难改变了 很难改变 基本不可能 基本不可能了 是是 OK 今天我们讲一下这个 什么都可以讲嘛 都聊 都聊 对 就随便聊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刚刚在录像之前我跟你说 我现在不是胖了吗 有一点胖了 可是骑的怪了 就是肉啊 全都长在肚子上 它别的地方不长 所以导致有的人会看我脸好像有点大 我从小到大脸就比较大 一直是这样 像我脸也比较大 他那个我胳膊呢 都都比较细 整个身材啊 就他们最近就肚子胖了 哎呦 给我整了 就是 所以我现在也要锻炼身体啊 当然是你经常去锻炼嘛 像我在现在这段时间在南京嘛 南京的话 我一般都是喜欢绕着城墙 就是沿着它下面的那些路来跑 我现在也要锻炼身体 把这个肚子给剪下去 这个肚子把它剪成有点肌肉了 因为 因为那个就是 实际上呢 身材比较胖的人 我觉得应该锻炼 那些瘦的人反而觉得就感觉就不要锻炼了 有的人是这样 但还有的人是什么 他一旦锻炼锻上瘾的话 就是说 有的人可能原来是个胖子 他那叫什么 他变成瘦子之后 他还想继续锻炼 有的人上 我这个会上瘾 真的会上瘾 真的会上瘾 真的 会上瘾 就跟我拍视频的呢 对 我之前我看过一个报道说什么 一般锻炼啊 比如燃烧脂肪嘛 嗯 说实上胖子呢 他脂肪比较多 所以胖子去锻炼是比较好的 嗯 瘦子呢 反而就不要锻炼 就是说 你就正常生活就行了 哦 这个我还不太清楚 我听人家讲过 因为像跑步啊 如果你脑跑步 对膝盖也不是很好 我知道它有磨损的 对对对 你就脑跑步对膝盖也不行 嗯 或者说脑锻炼 就是一天慢脑锻炼 对身体也不好 嗯 对对 现在这个你跟我也问我 我那个问题叫什么 我喝可乐为什么不胖 哦 可能跟我年轻有关 我20岁左右 我从小家里面穷 喝不起可乐 所以等到我大学呢 我就经常 你在那个以前节目里讲过 对 我到大学我打工了 我有钱 我就经常喝可乐 我一喝可乐 那个时候是二十来岁吧 不 现在也是二十来岁 不 那个时候呢 二十来岁就是精神都比较足 新陈代谢快 喝可乐 感觉没事 现在我发现 最近我的肚子有点大 可能就跟老喝可乐有关 包括吃牛肉猪肉 猪肉是这样 那个叫什么 牛肉的话其实还有猪肉的话容易长胖 对 就是我这个新陈代谢 我速度有点慢了 我感觉到了 你速度还有点慢了 对 就是我感觉人类啊 一旦到了25岁 就是过了25岁 我明显发现身体有一些变化了 嗯 就大概讲年轻人了 如果讲小孩 对 而且我听说讲 在25岁之后 那个叫什么 大脑 就是说你想问题的一些方式也会变得了 对 对 对 实际上许多科学家 他的许多成就是在25岁之前 他就想明白了 嗯 对 对 有很多成功的例子都是这样 对 刘顿 爱因斯兰 他们基本上都是23岁 他们就开始 就是说大脑开始想 对 对 对 等到了三十几岁以后 成就就就没什么成就了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说在中国的话 你在到上大学毕业之前 你一定要接受好党的洗脑 对 对 对 他们就不可能有这些时间去考虑这些问题 那不可能 不可能 哎呦 我现在我也感觉到我这个思维有一点 有一点那个就是被固化了 因为我以前年轻的时候我说话 我感觉我说的还是反正就说不完的话 结果我现在年纪稍微到了25岁以后 我拍视频我就发现 这个随机应变的能力下降了 人类 我们在讲人类25岁 还有一个讲的是那个15岁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人15岁之前 感觉就是个凹童 或者说15岁之前就是个凹童 屁乐不强 什么都不懂 可是一过了15岁左右 感觉突然之间就有一点自己像成人了 对 有没有那种感觉 而且做很多事情都有冲动 对 就是说我记忆中我在15岁之前就小学 那你妈真的是屁乐不懂 啥都不懂 你跟我一样 对 但一旦过了那个门槛 就是那145岁门槛 突然之间感觉 哎呦 我错 就那个时候才知道贫富差距 有没有发现 就贫富差距 长得美啊 长得丑啊 对 社会地位啊 就那些成人的概念都开始 懂了 都开始慢慢明白了 嗯 可能是这样吧 但是人生最精彩的还是20岁左右的时光 对对对 这个这个点我是真的认同 对 人生最精彩的 而且你想想那个叫什么 差不多你20多岁 你那个时候是怎么样 就是说你那个时候达到了个什么段位 可能你接下来的这一辈子可能就是什么样的段位 真的 对 对 因为你想想 一般我就拿移民来举例了 一般就是说如果说年轻人 我就是不说政治庇护或者说不说其他的一些什么投资移民 不说这种包 就是那种特别有钱的把钱弄出去 这种就是我单讲 比如说类似技术移民工作移民 还有什么这种就类似这种 还有结婚 你想想如果说你在这个年龄段你能出去了 那你可能就真的是能出去 如果说你这个年龄段出不去的话 你可能在以后再想出去就真的难了 真的 对对 他现在一个叫分岔口 对 就就大概就是20岁左右 就对 要是说想想出去 就这一两年就出去了 如果说突然这两年出不去 那完了 他毕业以后在中国还要找老婆生孩子 完了彻底废了 对你在中国一旦你如果说 还有的人就是什么 我还见过有人就是说 到了四五十岁才开始想移民 那就彻底完了 那真的是完了 那说实在的 除非说你有钱 你投资移民 对除非是有钱 除非说 直接来陆山基买套房 对对对 直接当房东的 那就 那那那另外一回说 但是 但是什么 如果说你是普通人 你就是平时上班的这种 那那你绝对不行 绝对不行 那绝对不行 除非说你比如说你被共产党破坏了 那那你过来那是另外一回事 那是另外一回事 我们那个属于非正常现象 那属于 对 就是说正常的 比如说社会的运行啊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正常的普通老百姓 如果就是四五十岁 来美国不能买套房 那真的就不要来了 那真的不要来了 对 对真的就不要来 你还要像年轻人一样租房打工 我从那 那打工都没法打 因为老板都要年轻的 餐馆里面全年轻的 对 而且他那叫什么 那个你年轻的话 你干活 那个效率也会更高一点 对 对 还有一个疾病的可能性也更低 对 除非那个叫什么 能比如说四五十岁那种 比如说能爱美国的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拿我家来去 当然我 因为我不知道 就有没有中共的什么 网警国安什么 他们在这也来看你的影片 所以我就不讲的那么细了 哦 大概 就是 我也 大概就可以 像我家是什么 我家几代人都是做生意的 这种家里的钱就是说 不能说花不完 就是说 能维持到正常的 能到小康水平的这种 明白明白 然后这种话 你想过来的话 是可以过来 像我家里这几年就在办移民 只不过说 这几年可能政策 他有松有紧 可能就是说 加上排队 他不是要排期吗 你知道吧 对 目前就还没到我们这边 就这种 大概这种情况 不过什么 你家这个也属于做生意的 那确实 那跟打工完全不一样了 对 那跟打工完全不一样 因为做生意 首先你也要考虑市场 考虑国际环境等等 那都复杂了 对 还有我这次 我在这边 在跟有些小粉红讲 像上次 那个什么 有小粉红到我频道下面 讲我是因为是什么 讲我生活好 是因为说是 共产党给我 什么提供的 我就这么跟你讲 我家里在民国时期 中华民国 还在大部执政时期 我家就是做生意 就是家里人都是读过书的 我就跟小粉红这么讲 看来这就是当初 我讲了一个叫祖父学 就是你祖宗几代人 最后就是你的起点 而且我告诉你 我爷爷的爷爷 就是他那个时候是中华民 就是我爷爷的爷爷 跟我爷爷的爸爸 他们都是中华民国出生的 对吧 他们那个时候就已经认清 共产党是什么样子了 哎呦我操 这真的是 但是到我这边的话 我是什么 我也讲过 就是说我在那个什么 上小学和初中 毕竟现在共产党 他能洗脑强度 就是加强了嘛 对吧 然后我还是多多少少 受了蛮大的一点的影响 就是说当时一开始 我在小的时候 尤其是人最小的时候 你别人说什么 你可能就信什么 那段时间 到我小学和 就是说到初中的 差不多到初一初二那段时间 就是差不多我 十三十四岁之前 那段时间 我对共产党 还是很抱有信心的 主要后来 我不是也讲了吗 我是在受了一个处分 跟一个警告之后 才慢慢的开始翻墙 什么什么这些东西 然后曾经我家里人 像我爷爷跟我爸爸 他们也跟我讲过 共产党以前 干过什么 一些什么不好的事情 不过那个时候 还没太在意这些事情 哦 这样 对 明白 像你这个家庭的话 那肯定是要在海外的 那肯定的 哦对 就租赁了 这就反映出什么呢 那五毛粉红啊 有一些粉红啊 他祖宗七八代都是农民 都是农村的 嗯 注定的 他们要留在农村 嗯 然后像那什么 我又讲了 我家几代人 就在长江边 就在南京生活 那什么 以前他们就中华民国首都人 对 对 当年如果 如果老讲 哦对 还有我还 以前我不知道 有没有在你这边讲过 就是说当时 我 就是什么 我爷爷的爷爷 跟我爷的爸爸他们就带着一些亲戚 就是说在考虑 要不要就是说 去台湾 跟老讲他们去台湾 当时最后放弃的原因 主要是因为有一个东西放不下 就是说 乡土情怀 这种情节 没放得下 主要就是这个 这个 对 如果说 当然如果讲 如果他们去了台湾 可能也没有我了 因为 我可能我爸跟我妈就不可能再见面了 对对对 有可能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你 这东西没法说 对这个 这个完全就没法说了 这个完全没法说了 当然如果说他们去了台湾的话 那他们的后代肯定会过的 有可能会更好 有可能 应该是大概率 对 大概率 会过得更好 你就想象一下那些 跑到台湾的那些人吧 他们有几个再回来了 没有 反倒是 反倒是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 就是说从大陆 试图偷渡到金门 马祖 什么 等到很多 真的 你就想一想 那证明他们在台湾过的 还是比在中国过的好 对不对 是 确实 而且那个叫什么 现在加上什么台湾 他现在 那叫什么 一些普遍 不说他那些福利 还有一些什么社会制度 不说 不说达不到 就这么讲 他虽然达不到 那个北欧啊 什么那些国家的水平 但是他已经比大部分的国家 已经做得很好了 真的 这是毫无疑问 对 这是毫无疑问 是 哎 你现在的话 我讲一下 你这个生活 是什么样子啊 我们讲一讲 因为这五毛粉 我肯定会觉得 你是 实际上 如果说不谈政治 光谈经济 那过得还行 还不错 然后如果说 谈政治的话 以后肯定还是要 到国外去 肯定的 这个一讲呢 这粉红一看 你这生活 还羡慕你的生活 真的 他们 但他们很多人讲 是共产党 给了我这个条件 错 我家在 我都讲了 我家在中华民国 家里人在中华民国的时候 就是已经 就已经读过书 就是已经开始做生意的 那些 那我跟你说 那些粉红 多半是记录你的 应该是 你就想一想 你这么小年纪 就来美国留学了 高中了 你说他们这啥水平 他们估计高中毕业 就是去电子厂 富士康打工了 我知道 有的可能是去一些 什么技术学校 什么什么的 他们基本上就这条路 别的路了 那就出国拿个美国签证 估计都拿不到 你知不知道拿签证的话 你是要证明你家里 要有多少的财产的 要证明的 而且还有什么银行 一些什么 就是什么 你里面的存款 还有一些什么 一些什么 你的工作 你的稳定的工作 什么这些证明 这些东西都要开的 像我是办过签证 我知道的 对 如果他问你的话 你要提加财量 如果他不问你 那你有问题 对 然后如果说像留学签证 工作签证 那这些东西 就不光是问不问 那你是一定要主动提交 这些东西 哦 留学签证 他那个叫什么 他那个叫什么 还就是说 在我办签证之前 那个叫什么 要准备一大堆文件 那个文件带 我还 那叫什么 有些办签证的文件带 还在这个 留学签证 跟旅游签证不一样 对 旅游签证 你只需要 那怎么看你 大概能承担多少钱 但是那个叫什么 那个留学签证 而且他跟你 还要看你的家庭背景 你的什么一些 些什么 你家里的人 到底是什么情况 不光是你的情况 还有你家里人的情况 哦 对 现在就这么难 就这么难 哦 怪不得 真的 19年的时候 而且还是19年的时候 因为我不是19年出来吗 我是来美国前 两个月的时候 办的签证 应该这个留学签证确认 因为他要证明 你能付得起学费啊 对 而且要几年的学费 对 我的天 那真的是起码的 一百多万人民币的 不止啊 我 而且那叫什么 不光是学费 你看你的住宿费 你的 那个什么 吃喝拉撒 什么这些 还有各种手续费 这么加起来 你真的要好多 好多钱 那真的是好多钱 那真的是好多钱 真的很多小 粉红 粉红一辈子估计 都这么到 应该是这么到了 他们一个挣那么两三千 三四千的 他一辈子能涨得了这么多钱 真的这么到 绝对这么到 绝对这么到 这能来美国留学 确实不容易 而且 而且我还想问一下 这些五毛粉红 我很想了解一下 他们的学历到底 什么情况 学历那肯定是最多大专毕业 或者大学毕业嘛 嗯 大部分的 中国百分之 中国只有百分之四的人 有本科学历 嗯 想想一想 那你想五毛粉红啊 他们的粉红 你就说啊 如果这个条件稍微好一点了 他还有空上网骂我们吗 嗯 对啊 你就想一想 对 他生活中的骂的都有 肯定在读书啊 肯定在读书或工作干嘛干嘛 对 中国工作这么累 996 哪有空啊 哪有空上网 可能有的人可能以为我讲 我的就讲这些什么 比如说什么社会啊地位 什么金钱 我并不说是歧视人家 是这样 我分开来讲 如果说你只是个普通人 但你 你心里头就比如说 你人是 人心是向善的 那我真的很尊重你们 而且 我不说同情 我是非常尊重你们 因为我 就是说 知道你们 就是说什么 不管因为什么样 原因 反正我就是说 从心底上是尊重你们 但如果说是五毛粉红 你上来 你就骂人的话 这种 我如果 尤其是加上 如果说你骂人的话 那个叫什么 我不 就是说 首先我会直接看的 首先是 是看不起你的人品 如果说我 你在这个情况 你地位 社会地位 或者说什么情况 又不行 那我更瞧不起你 是这样 你是这样 你要看什么 如果说是一个穷人 但他什么 他在很努力的做事情 如果 比如说他努力的生活 努力的工作 甚至说他在 努力的学习要干嘛 然后那我 我是真的尊重他们 真的 而且有的时候 如果说我还能帮他们的话 我还愿意去帮他们 但是像五毛粉红 这种 我说不 哎 穷人海爱共产党 那必是狗粮羊 那对了 是 真的 明白穷人海爱 这共产党 就是要超我们家产了 我操 就像他把你打 就是什么 把你打一对 你还要感谢他 对 就贱 这种人真的就是贱 对 就是贱 活得太贱 真的是太贱了 还有 那个叫什么 还有一个东西 我还要讲一下 就是很多人讲中国什么发展 就是说改革开放 对吧 就改革开放 这个行为 就是说 有粉红讲说是共产党功劳 错 正常的国家 只要是个稍微正常点的国家 哪个国家不是开放的 你知道为什么叫改革开放 是因为毛泽东时期太左了 太左了 太封闭了 跟又跟朝鲜一样 相当于本来那个什么 是 我就这么讲了 从中华民国历史开始讲起来 就是说 1927年到1937年 等一下 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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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